提起金星这位女艺人 想必众人对她并不陌生 她凭借尖锐独特的言辞 成为众多瞩目的焦点 被誉为圈中最具毒蛇的女性 记得当年她在颁奖典礼上那场毫不保留 一针见血的直言 公然指责在座的明星难以伺候 自己一个下午就收到五种不同的主持方案 揭露了明星们之间的明真暗斗和种种小心眼 真实地令现场观众鼓掌称快 金星拥有正确三观的女性代表 她的率真性格无疑令人心悦诚服 尽管她在影评上直言不会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但她那种敢做敢当 不卑不亢的作风却吸引了无数追随者 让人倍感敬佩 金星的人生经历像是一部传奇故事 前半生的她是男人 后半生她是女人 从小她就很喜欢女孩子的东西 总认为自己本该是女孩子 终于在28岁那年 她得到父母的同意和支持 做了性别重塑术 尽管这个过程要经历很多痛苦 但是她一点也不害怕 甚至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 进行了喉部的手术 这点真的让人很是佩服 尽管变性后的人生道路上 社会的疑问与非语如影随行 但金星却以无谓的姿态 直面这一切挑战 坚定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真我之路 这点还是要感谢父母对她的支持 当初父亲的一句话让她瞬间明白 原来父母从小看她就像个小姑娘 对于她的想法 父亲也只是说了句也好 总算是对上号了 在2004年的欧洲舞台巡演结束后 金星踏上归途的班机 在飞机上与德国的绅士汉斯邂逅了 汉斯对金星可谓是一眼万年 东方的神韵与他身上散发的不凡气质 让他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幸运之神似乎特别偏爱他 将这样一个人带到了他的生命中 近期在金星与汉斯的节目中 观众们意外发现 这对曾被视作模范夫妻的两人 居然默默无闻就割奔东西了 分手仅用了惊人的五分钟 这让人不禁瞠目结舌 更让人好奇的是 他们接下来竟然一同踏入了警察局 这背后隐藏的故事是什么呢 众所皆知 金星和汉斯的幸福生活 曾经是献杀旁人的 尽管三个孩子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他们依旧携手共度 不过 现实却因为这些孩子的户籍问题 显得尤为复杂 尤其是涉及到外籍的汉斯 情况更是变得棘手 为了让孩子们顺利完成户籍的注册 没有相关权利的汉斯只得选择和金星跨越婚姻的界限 因此他们决定协商离婚 他们迅速到民政局办理了分手手续 并且在转瞬之间赶往警局 为孩子们搞定户籍登记 这一过程令人叹为观止 在分手后 金星与汉斯并未急于再步入婚姻的圣殿 他们相信保持一份美好的相处便已足够 无需让一纸约束限制两心 每当汉斯与孩子们在一起 空气里瞬间洋溢着浓郁的复兴温新 金星在这股氛围中坚信 汉斯是那位可托付终身的伴侣 在十一年之后 两人决定重新结为夫妻 给彼此一个爱的归宿 这五口之家低调中透露着幸福的气息 金星 一个历尽坎坷却始终以最耀眼的姿态演绎生命的女强人 她的故事经历了无数人 亦 大人 大人 大人